它的似手是很大的光鎖 要橫看 一個人站到重心 自己的重心一直在腳心上 自然那個重量不會傾斜 或者擺後 兩隻腳站成為一個三角形 當你的膝蓋下墜的時候 你的身體有很多重量 迫向前面 迫向前面等於你的身體的重量 迫向對手 那意思是你的力量 當你接觸到另一個人 你的力量會燃燃到你的身體 假如一個人的身體站得不好 向前面 假如一個這樣的姿勢 就算你拿重量 少許的姿勢 你都可能會有這樣的形狀 所以你站在向前面 即使你留在一個很明顯 你仍然可以踢走 所以站在一個姿勢 對,一定要保持這樣 而保持自己輕鬆 重量向下墜 所以你必須保持自己放鬆 而且身體的重量 並且身體的重量 並且身體的重量 貼手呢 就是幾個基本動作 一個攤手去攻擊 一個伏手去防手 還有一個綁手 亦都是防手和攻擊一起用的 有三個基本動作 在中間 攤手、防手、伏手 他們都是為攻擊 和防守 這樣攤手、防守、伏手 做到這一個角有多大 才是合標準呢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標準呢 所以在某個角度 你必須要獲得 有些角度 這全都會依照 你的位置 當你自己 例如你練小臉頭的時候 你的攤手慢慢攤上去 慢慢攤 一路攤上去 一路將二個手 爪來個中心 當你做一個攤手 你會移動 你會移動 你的攤手 往前往 你會移動 你的攤手 往前往 移動 到一個角度 自己的手 就好像 不想繼續伸出去 在某個角度 你會發現 你的手 停止 而你不想 往前往 攤手 我的手 來到這裡 我不想伸出去 伏手 亦都是來到這裡 不想伸出去 所以在某個角度 你的攤手 或伸出去 就停止 你不想 動 這個角度 就等於 你慢慢 這個角度 不動 慢慢移 等於 綁手 又是這個角度 從這個角度 你可以改變 到綁手 所以 打球的時候 你慢慢做 做到 拿了這個角度 就停了 不要繼續伸出去 這個角度 做一個基本的 動作 你需要移動 到某個角度 你習慣了 擺了這個角度 就是 跟別人接觸 手就是擺這個角度 所以 你能夠保持這個角度 就是 自己本身 這隻手抵出來 最大力的角度 如果你的角度 如果你的角度 是更大力的 那是 你會失去 所以 自己貼手 跟別人接觸 手一擺出來 就是這個角度 就是你自己習慣了那個角度 你的手 是甚麼姿勢 都是擺在這個角度 那如果自己擺在這個角度 都跟別人 就是對方 沒有辦法接觸 就是距離遠了 怎樣呢 那如果自己擺在這個角度 如果自己擺在這個角度 都跟別人 就是 對方 就是距離遠了 那如果 如果自己擺在這個角度 就這樣走 跟他接觸為止 接觸一定要用這個角度 那自己就是最省力 而是自己又是最大力的角度 那是 那腳企呢 又是有個角度 腳企到這個膝頭 這樣垂直 對著自己的腳尖 就是 就是對著自己的角度 當你站在這個膝頭 你的膝頭 就會變得很穩定 在這個膝頭 同樣的膝頭 如果這樣太低 就自己的馬 不得力 太高 就好像不穩陣 就好像不穩陣 太高 也都跳躍 走動 沒有那麼活躍 就是那個彈力 沒有那麼好 你站在這個膝頭 所以自己經常 自己這個角度 就要靠自己經常觸摸 練到成為習慣為止 這個角度 其實是做了很多的 練習 去達成功 現在開始講癡手 現在開始講癡手 有哪位想講癡手 先講癡手 這個角度 你停在這裏 先別動 你說這個角度適合他沒有 大家有沒有看得到 他自己適合沒有 你自己明不明我剛才講過 握手的角度 這個角度 你覺得這是正確的角度 他那個角度似乎 未適得夠 在我看他 未適得夠 他應該適到這個角度 這樣才夠你的角度 你剛才那隻手 是不夠力的 試給你看 你剛才適到這裏 我的手適到這裏 我的手 攤手衝前 他縮住了 他的力 向後退了 他那個人 現在你在這裏 應該來到這個角度 我的手鬆弛 他可以支持一下 大家不動 他已經有些力 來支持我的手 抵過去 現在可以支持 你一縮上去不行 縮上去不行 這個角度的重要性 自己一黏手 就不要偷懶地放在這裏 就這樣放下 這樣就不行了 黏手 你自己買好這個角度 一定要有這個角度 所以你可能會在這裏 第一 他一擺好這個角度 我遞過去 他站得穩很多 我認為他會比較穩定 他會比較穩定 好 到真的 我一發力過來 他要這樣 不要向下墜 有少少這樣 好像拉下這樣 拉下這樣 你把這個角度 你那個角度又小了 又不行了 不行了 你要習慣這個角度 一定要習慣到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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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都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向下這樣壓 只是這樣 這樣拖 一拖 這裏都不會拖到這樣 拖到手指著 不要這樣壓 所以你把這個角度拿下 然後把這個角度拉上 把這個角度拉上 然後你把這個角度拉上 那我拉上 拖 看看 可以吧 有少少的角度 可以夠了 有人差點 你出來 你要走快 自己一擺就這樣做 你這個角度就行了 好了 伏手有誰 自己試一下 或者想上來試一下 來問一下 自己試一下 可以兩個兩個自己試一下 少少來衝前 跟著一轉個掌 這樣對方最能觸摸你 是否有你突然間來的 即是他現在盯著我的手 你就擋 他貼過手 貼過的 你盯著我的手 盯著我的手 你就擋 我又快點了 我又做好點 我不是快點 我做我這個姿勢做好點 他難擋一點 再快點 他都不知道要擋 如果我這樣先 他就會了 他就會擋 所以這手放在這裏 所以你能看到很容易 他做不切 自己的手發力去打人 人家最難觸摸 如果這樣他就會觸摸 還有對手 千萬不要見人家的手來 自己用這樣一按 他會按低 一定按不低人 一定按不低 即是他現在很大力 我想他都很大力 如果我的手來 你試一下出來 按不低 我的手出來 你就按不低 我試一下 按不低 試一下 按不低 一定按不低 一定要這樣拖 一定要這樣拖 就行 這樣拖 這樣拖就行 這樣拖就好點 這樣拖 用手搶向後一拖 放鬆一點 擺好 用手搶向後拖 我一打 就是這樣拖 一定要這樣拖 好點 千萬不要這樣拖 即是現在我擺定手在這裏 不動 就算他用這個姿勢 怎樣按都按不低我的手 你放手去哪 他按不低 試一下 試一下 按不低我的手 按不低 他按不低 按不低 他按不低 千萬不要這樣拖 不斷要這樣拖 如果他一拖 帶到這裏 停在這裏 停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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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想弄它 就辣了 辣很多 記得玩很多 所以 攤上去 就這樣拖 讓大家 試一下這個姿勢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懷疑 去問 有什麼去問 攤手 衝 先轉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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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 你的手 動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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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不是彈上 就這樣 不是彈上 就這樣 就這樣 手指一彈上 就沒有力了 打拳的時候彈上 就是練習這樣彈上的力 練習這樣彈上的力 彈上的力 彈上的力 有什麼用呢 剛才 最好有問題 就多點問 好像他彈上 那我又說多一點 如果我的攤手 本來就應該這樣才適合我 但是他很大力 很大力 按到我的手變成這樣 我就做不到攤手 做不到攤手 我擺不到我這個攤手 我就沒有法子打過去 我沒有法子打過去 這樣就怎樣 你按住 好大力 按住 我就將這個手 好像打拳那一隻 原來這樣就這麼容易 遞了進去 原來在這裡這樣遞 這樣又打進去 這個 打拳 給他練這個碗 用力的方法 這樣一遞 就不是 黨人的時候 要這樣一遞 就不是 人家探手打過來 這樣一遞 不是這樣一遞 只是自己被人按到不成探手的時候 這隻手 這隻手 這樣一遞 整個人都遞起來 很容易 很容易 對 就不是說人家扶手 這樣一遞 這樣就遞不了了 好像你現在這樣 如果你就這樣大力壓住我 你都很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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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試試遞一遞 你試試遞一遞 這隻手 沒有力了 一遞就沒有力了 這隻手 千萬不要遞 這隻手 遞就是有遞下遞上的 自己的手在底 被它聚著在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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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它聚著 被它聚著 不可以 那就變回自己的探手 所以你發現 那些什麼問題 還有什麼問題 有懷疑的 自己貼手貼到 那些探手伏手 有什麼懷疑 有什麼懷疑 有什麼問題 就是這隻手 衝他這裏 一轉的時候 彈開他的手 不是 不是 只是一轉就不是彈開他的手 其實一衝他 一轉 有少少將他的手的力量 移歪了他 移歪了少少 然後自己用這個手握這麼低 就是你這隻手按住我 我這樣移 有少少將他的力量擺了 那是你這隻手握可以 那是你這隻手握不要 手握不要這樣壓 是呀 還有 用手握推於前 往前推 攤手打人手握向前推 對 伏手呢 手握向後拖 就不要隔這卷 這樣拖 還有甚麼問題 攤手伏手 有人問有甚麼問題 攤手伏手 攤手伏手 攤手我沒有這樣 來來來 又出來了 是怎樣 不是 不是這樣 自己停了在這裏 攤手最緊要呢 就是這個手指弓 這個部份有力 只是這個部份有力 攤手這個部份有力 攤手這個部份有力 攤手手指是不要緊要的 攤手指是不要緊要的 但是呢 初初年呢 最好將手指拍得齊齊整整 輕輕鬆鬆 覺得自己有很多力在這裏 就不要有扭高或者腳高 就不用有那些的 很自然 放在這裏 就是現在這樣 在開始的時候 你放下手指 然後你放下這個部份 然後你放下這個部份 所以你放下這個部份 這些手指不要出來 直接在這裏出來 你都放輕鬆 這樣就放下手肘 將手肘的力量輕輕坐下 如果他現在一擺這個姿勢 一壓下手肘一停住 就將對手向下按 你現在不要抬 我按你 你不要抖高 我按你 你這樣放下 你現在壓我的手 按你 你這樣放下 這隻手停在這裏 如果我在上面按你 你都放下 這樣呢 你停 不要抵出來 抵到這裏不抵的了 好 攤手你自己這個角度最大力的 好 這樣 放下 那我聚你的力就好像下了腳 這裏就沒有那麼受力了 這樣 就聚了下腳 就沒有那麼受力了 這隻手不想做就不好 你一定會做到這個手 自己練攤手的時候 集中的力量在這裏 這些就輕鬆的 如果做到熟了 你就算這樣也不拘 放在這裏 放在這裏都好行 最初是拍得齊齊整整好 但在這裏不要出來 放在這裏都好行 還有什麽要來看 是 一定要將這裏有些力 例如這樣 你很大力叫住我 我正在這裏 將它攪起了 這裏要有些力 你不大力叫住我 我只要不用力 我只要攪起了你 這裏一定要有些力 這裏要有些力 這裏要有些力 還有什麽問題 攪手、伏手 有什麽問題 出來 出來 問什麽 你這裏要用這裏 你這裏要用這裏 把手放在這裏 就是這樣 就放鬆這裏 放鬆這裏 放鬆最緊要不要熟起 放鬆 放鬆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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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拿正一條中線 放在這裏 拿正一條中線 拿著兩個人一條中線 這隻手一定要在中間 在這條線 還有甚麼問題 一拖就不敢拖 就這樣扶著 就這樣扶著 這裏不用你這樣這樣 就這樣擺在這裏 不用用力 就這樣擺在這裏 這樣也好 怎樣也好 不快就在這裏 一定要對正中間 謝謝 還有甚麼問題 我想沒甚麼問題 講綁手 綁手最難做的 綁手最難做的了 綁手呢 你記住 剛才我說大小念頭 就有了這個角度 現在你得到這個角度 如果這隻綁手是遞得這麼開 而去綁對方的話 那你這個角度一路轉 這裏一路保持著這個角度 所以在這裏一路上 你轉你的蝸蝸 forward 你仍然保持著同樣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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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仍然保持著同樣的角度 情況 necessary min to belong 我仍然保持著同樣的角度 那我就選你 好的 妳仍然保持著同樣的角度 isenry 馬來仍然保持住同樣 有這裏順成的 cor 我仍然是用這個姿勢,一直向上低,他站不穩,他站不穩,這樣就會站不穩 對手如果一用力,對手站不穩,如果他用力壓住我,然後壓住我就閉了,千萬不要用力 如果在這裏,自己的手在這裏,一路向前推,推到對自己的角度 如果他站不穩,他站不穩 他的伏手要怎樣呢?不要說我的手一抵,他就發力想按低,你試一下 他當然是站不穩的,他一抵他就站不穩,他一想按低就站不穩 他就站不穩,他就站不穩,他一定站不穩 我的手一綁,他應該用這裏推我過來 推,這樣就想,如果推得好,我會站不穩 那就看看誰,我綁手綁得好,他站不穩,他推得好,我站不穩 就是這樣,他一綁,我就推這個渣,推得好,他就很難站不穩 如果我想出來這樣按住他,他就走到我站不穩 所以就不是說出大力的 好,大家可以試一下,有問題有問題 大家可以試一下,有問題有問題 綁手可以擋人,可以攻人,我這個綁手,由這個攤手開始,可以攻人 假如我一綁,他現在好像想站不穩,我就可以攻他 不是說一定一綁就一定要這樣,由攤手開始,可以去攻你 綁得那麼多,又可以去攻你,綁到那麼多,又可以去攻 綁手就不是說一定要做這個姿勢 好了,到你沒有大力了,壓到我實在是 我這樣綁又不行,這樣綁又不行,我又這樣綁 綁到他一個人亂出去,就是這樣了,那就要這樣綁了 等於跟手跟對方接觸,只要自己有機會打出去打 沒有真正被他壓到我,想打又不行,想這樣又不行 我這樣綁又這樣,說說他就要轉去那邊,就是等於這樣 這些是綁手的方法,譬如我把手放到他轉去那邊,按一按,就打下去 就好像打小鳥頭,說說他的姿勢 你大力把頭放下去 OK